各位麦子学业的网友大家好 欢迎学习HMR5绘图 那这一小节我们学习HMR5绘制图形的时候如何设置阴影 设置阴影呢涉及到这么四个属性 一个是ShadowBall就是设置这个阴影的模糊程度 这个辅点数值越大越模糊 然后是ShadowColor设置阴影的颜色 ShadowOffsetX设置阴影的X的方向的便宜 设置外方向的便宜 好接下来我们设个阴影看一下 好复制一下index4 我们叫index5 index5 copy 那把这个就都关闭 打开index5 那这地方呢我们这儿写了一个 我们拿底下这个文字来做 这儿写了一行文字是大家好 我们对大家好来设置一个阴影 那外坐标呢我们就给上20 先用心一下原始的效果 好 20有点 20的话我们给上80吧 index5 把这儿改成5 回车 好 那么给它加个阴影 那如何设置阴影呢 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文档 找一下阴影的属性 好 阴影属性这么几个 我们有shadowcolor shadowboard 好 先打开它 看这个属性 它呢是一个辅点辅点值的参数 辅点值的参数 我们可以给它设一个值 叫shadowboard ctx.shadowboard 复制于5.6 ctx shadowcolor shadowcolor是个颜色 这个颜色呢 我们给个黑色 黑色的话就是警号00 是黑色 那么看还有个什么属性呢 还有一个offsetx和y 好 ctx.shadowoffsetx x呢 我们给上 就是和x的偏移给5个像素 ctx.shadowofy 那我们给上y呢 也给上5个像素 便宜 好 那么运行一下 注意这样 不是还太清楚 那么这个给一个1.6 给小一点 不太模糊 刷新 这样的话大家呢 看得很清楚 向右和向下 分别偏移了5个像素 那这个颜色呢 我们可以给它设模糊程度 模糊程度就是用这个辅点数来指定 那比如说是3.6 就比较模糊了 3.6就比较模糊了 设阴影 那给文字可以设阴影 给矩形呢 我们也可以设阴影 那比如说ctx.filestyle green 设一个green 然后呢 我们可以设复制于4.6 ctx.shadowcolor orang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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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色的 ctx.shadow offsetx 复制于大点10 ctx shadowoffway 复制于5 好 接下来我们画一个矩形框 ctx.file rack tank tank 错了 x呢 我们给上 160 y呢 给上150 宽度呢 100像素 高度呢 50px 好 看一下矩形框的阴影 这样它给这个矩形框 也设了什么呢 阴影 当然我们也 这个阴影也可以设成复值 比如说是 复时 你就跑到这边来了 这样的阴影 所以这是设置阴影的方法 所以阴影设置呢 很简单 就这么 四个属性 但是还有一点 大家可以在API上 可以参考 好 设置阴影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